好,负变,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是一个 Complex Number Function的一个定义,对不对? 的一个定义,也就告诉人家什么是负变 OK,什么是Function,负变的Function 所以我们就定义了一个叫做Z的东西 Z就是X再加上IY 那其中X跟Y呢,全部都是Real 都是实数 那么这个Z就是一个ComplexNumber OK,那我们就定义一个平面 假设就是有X跟Y 这个X呢,指的是实数部分 Y是指的是虚数向的 前面的这个,后面这个习数 这个叫ComplexPlan OK 好,有了这个之后呢 现在就是剩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这个数目,到底这个方形有什么特色 比如说我以前学过时数啊,学过整数啊,那你就要知道他们的加 减,准,乘,除,到底怎么运作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函数,比如说Exponential Log,Log,Sine,Cosine 对不对,Hyper 到底这些是怎么定义的 那我们知道了 它的运作规则之后 那么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知道什么 知道它的微分 对不对 到底是怎么算 它的微分 那这个微分呢 你可以对着Number微分 也可以对着什么呀 Function微分 那微分解决之后呢 我们就想要问一件事情 那怎么样叫做几分 OK 那在这个当中呢 在这个追寻当中呢 又发现了几个好玩的东西 这几个好玩的东西啊 似乎呢 给我们的报场很大 OK 比如说呢 在这个微分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哦,对对对 这些函数完了之后 我们还有介绍什么 急速嘛,对不对 Serious 因为这些也都是实数里面有的 Serious OK 它到底是什么 可以构成什么样的急速 什么叫做熟练 什么叫做不熟练 那急速有很多种啊 对不对 有一般的急速 Power Serious 或Taylor展开式的Serious 还有什么 McLawrence 还是Lawrence Serious 这些呢 都会介绍 那之后呢 其实我们Serious 是陆陆续续引进来了 我们是先了解 什么叫做微分 然后引进一些serious进来 最后呢 去看积分 我们怎么引进来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很快的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是number 那一个function呢 我们称之为w了 这个是complex 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它所隐含的一件事情是 代表着说 这个complex 我们也可以写成类似的 的形状的形状 也有一个时数的turn 加上一个虚数的turn 只不过当你这样子 一做的时候呢 就代表你引入了另外一度空间出来 另外一个space 另外一个plan出来 u跟vplan 那这个我们叫做w 所以这边就叫wplan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function本身呢 是将zplan上面的特性的 可以直接转换过来 它有这个特性 而且呢 很好玩的是在这个转换 你有各种转换 但是呢 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有一种叫做conformal mapping 它的转换啊 会让你的物理特性 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呢 都没有改变 你适合的物理的规则 也没改变 那也就是说 转换过去之后呢 假设你可以把转换到 一个特殊 很好解的形状 最后再转换回来就好了 OK 那你只要找到 这个w也就是fz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这是最后面讲 那事实上 我们在讲这个wifn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发现 不是每一个function都可以wifn 不是的 OK wifn本来是看斜率嘛 对不对 看斜率 那也不是 你应该说 我移动一段距离 去看看这边高度差 到底是怎么样 OK 那你发觉 有的东西 不太能够wifn 那这个就引入一个概念 叫做什么 analytic 可解析 那假设有个函数 可不可解析 你怎么知道 它可不可解析 最后我们用什么方式 来检定它 可不可解析 我们用什么 culture remand equation 对不对 那用culture remand 这个特色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可不可以解析 那紧接着你会问 那它可解析 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那这个就告诉你 有了点可解析 有了点不可解析 然后我们在算 积分的时候 很快就发现 一件很重要的问题 可解析 跟不可解析 代表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在可解析里面呢 积分呢 independent of path 跟路径没有关系 那这个就很棒了 你知道头跟尾就好 但是事实上呢 状况又好像 没那么简单 假设只是一条路径 从A走到B 那还好解决 但假设从A走到B 又绕回A呢 假如说这个路径的 中间包围的地方 完全都可解析 包括路径的本身 也都是可解析 那根本就不用算 就是零嘛 但是假设好死不待了 你这个路径中间 包含住一个点 是不可解析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对不对 一麻烦之后 我们就发现 有另外一招可以用 我们可以针对 这个点下去 find out它 OK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发觉 原来积分呢 就可以啊 我们可以分出 可解析 对不对 的这个close path 或者是不可解析的 那很快你就得到一个什么 residue 的这个技巧 那么这个技巧就告诉你 碰到这种状况 很好解决的 OK 我们可以通过外科手术 切一切 卡卡 概念就抓到 那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就是totally 在我们这下半学习 教的内容 OK 只是告诉大家 有一种叫负变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上一次讲的 礼拜一讲的 举的例子的时候 我们又讲到 这个方形的转换 转换了这个方形 那事实上 你的物理定理 你要如何从这边转换过来 还能够保存 你是要引入一个 大的f function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从这里面 解得到一切东西 那不过基本上 是这个样子 那虽然说负变啊 很麻烦 看起来好像很麻烦 但是事实上呢 因为负变都牵扯到什么 赛口上还是 大家都很讨厌的 但是呢 它都可以简化成 exponential的形式 很好玩的是 exponential形式的计算 容易很多 比如说相乘 相乘就是指数相加而已 相除就是指数相减 对不对 比赛两个相乘 好多了吧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它的运作很简单 最后得到的结果 竟然跟你下面呢 原先时数很复杂的运算 得到结果一样 只要你把运算完的那个东西 时数取出来就好 就是你要的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在电磁学里面 很快你就发觉 在量子物理里面 很快它就引入另外一个概念 它就说 既然你都没用到虚数 我可不可以把虚数当作 一种特殊的办法 OK 所以呢 它也经过一些排列组合之后呢 OK 比如说你们学到个 low loss material low loss low loss是什么东西 就是损失很少了 也就是你这个材料 本身会有一点导电性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发觉你maxwell equation呢 后面多出一项出来 对不对 本来 本来是什么 maxwell equation是什么 应该是 应该是安培定理是什么 cur cur什么 h 要得给什么东西 j嘛 对不对 j是自由啊 自由的这个 但是假设你是在一个完全 完全绝缘的 有没有j 根本就没j啊 但是假设那个东西呢 它有点导电性呢 你就可以引入一个叫做什么 这是什么 欧姆电力 你加个电厂 给个材料 它有个导电率 它就会产生一个电流密度 马上就把它带进来 你发觉你会多出这一项出来 这一项多出来就很难解啊 对不对 解片温泛放在 解到现在 你也知道歧视好解 不歧视乱难解的 那怎么办 那把它想办法变成为 歧视 因为歧视已经知道怎么解嘛 一变过来之后 发觉里面需要 某些地方需要加个i 又变成负数了 这个时候你们 我们就物理上面 赋予负数呢 有一定的意义存在 那又可以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都很好算嘛 算完就看看 你要取实数呢 还是要取负数 各有不同的意义 在光学有光学的意义 在传道有传道的意义 在量子力学有量子力学的意义 反正每个地方代表不一样嘛 你只要知道它是代表谁就好了 那你就按照你所需要去取用 就好 OK 那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数学工具 可以让你们使用 OK 好 这个是整体的大概 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对这整体的感觉 有没有再多一点 还是我讲完了 大家还是没什么感觉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那我们这些表示是加减乘处的 这些 Exponential Log Sign HyperSign 就是 这些我们就不讲 我们就不复习 基本上大家都要熟悉这些的运作 OK 它的基本的定义 等等的这些 我想我看看大家比较会出问题的是在什么地方 比较会出问题的是在 OK 怎么判断一个函数是不是 Analytic 我想这个是大家会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看看一下 我看看 还有Differential 比如说大家要注意的是 Z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化一钢是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对不对 所以就代表说它有很多种Number 它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Z bar OK 所以跟时数不一样 所以时数 你要是只是时数 这两个都一样 因为时数在前面 没有I 假设只是虚数了 那两个刚好负成为负数 对不对 这个是很简单 那 比如说这个 不可微分 为什么不可微分 Why 我可不可以再出另外一个 它也是不可微分 那请你告诉我 它为什么不可微分 对不对 有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呀 第一个做法是什么 最简单的 你从不同路径去喂它 你又得到不同的数字 第二个办法用什么 Cautical Rhythm 对不对 所以说 我看看 我看Cautical Rhythm 在那边 在这边 所以说假设用 是不是Analytic Cautical Rhythm呢 Equation 可以告诉我们 它也就是说 假设有个函数 可以写成U 再加上IV 那我们知道 Z本身是X 可以写成X跟Y的一种组合的形式 所以这边 U也是XY的函数 V也是XY的函数 那么你要只要把U 除以对X微分 你假设也等于V对Y微分 U对Y微分 会等于负的V对X微分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它就是可解析的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呢 大家透过这个简单的例子 就可以了解 OK 那当然了 我们不只是这个形式 假设你把它写成极座标呢 它会有什么 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有没有操作 弄错了 OK 或者你把它颠倒一下 U Theta 这样子也可以 OK 好 随便你来写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些例子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积分哦 积分呢 就相当于说 我们要对一个函数 对它做某一种积分 积分有这种 从A跑到B的积分 有另外一种 是绕一圈回来的积分 我们发觉它有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不同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 depend从这个函数 可解析的范围 跟不可解析的是哪些地方 好 那这个是对我们研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假如说呢 我们有个 有个可解析的范围 比如说 D就是这么大 里面通通都可以解析 那非常简单 那我是从A 积分到B 比如说 我走这条路线 或者是我走另外一条路线 没关系 因为它跟路线没有关系 就好像呢 我们从这边爬呢 我们都在保守立场里面 我们从这边爬呢 要爬到了少女峰 你是从后面爬呢 还是走到另外一边 最后走到少女峰 到了就是到了 It's ok 对不对 这就保守立场 这也很像我们学习过程嘛 你是一开始就学得很好 还是要经过很多挫折之后才学会 不管你是哪一种 会就是会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假设是这样子 那很棒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写成F 这个B 剪掉F A 假设F函数的微分就是FZ 假设是这样的状况 而且大F的函数在这里面 也是可解析的 那就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好死不打 假设里面不是耶 OK 假设是这样的状况 那我假设说现在我让它 跑过去再跑回来 那发生什么事情 我跑到少女峰 之后又跑回来这边 你告诉我爬高了多少 当然没爬高了 刚刚爬上去 现在又爬下来 所以零 对不对 of course 但是假设很糟糕的是 他可解析的范围呢 这个除外 他可解析的是在实现的 斜线的这个区域 就是这里面不可解析 外面不可解析 偏偏你的积分 就是绕着它 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你要怎么办 OK 我再重新画一次 这样子 假设这个都是可解析的 那我从A到B 就类似这样 假设这个是可解析的 我绕一圈回来 从A出发绕一圈回来到 也可以积分 这积分就是零 你没有任何变化 OK 那么假设里面绕一圈怎么办 里面好像一个甜甜圈一样 抱歉 这一圈就是不可解析的 你只有在这个范围解析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发觉可以做一件事情 好玩的事情 我随便找一条路径 只要在可解析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我就找这一条 反正我认一条 我找这一条 C 积分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应该要怎么样积分 因为我发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中间有个不可解析的范围 我不想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只要我们不晓应该怎么办 物理系人就是把它给拆了 对不对 一个仪器不会用 看说明书 还不会用 用了不对 可见这仪器有问题 把它给拆了 撞不撞了回去 那是下一步的事情 对不对 先拆了再说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给拆了 我们怎么拆 我们立刻就把它切开来 立刻把它分丝了 天天圈拿来 把它切下去 这一切下去之后 它发生什么事情 它发现很好玩 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 好像有两个圈圈 第一个圈圈 我画红色 沿着它 跟它的方向一样 跑到这边来 然后呢 沿着这个回来 画两个箭头 跑到这边之后 沿着这个跑过来 记住 它还是在可解析的范围 没有进入 对不对 跑到这边之后呢 又这样回来 我可不可以这样绕 当然可以啦 因为边界变成这样子 但这样绕的结果 这条路径呢 全部都是在可解析的范围 所以这个积分等于什么 零 对不对 这积分等于零嘛 因为 就是在这边一样 所以下面这个圈圈啊 红色这个圈圈叫做 C1好 好 我们现在再来画一个 蓝色的圈圈 我这边有蓝色的吗 有有有有 OK 那我们外面这个呢 可不可以看成 我现在从这边这样 这样子绕过来 方向也跟你一样 到这边之后呢 我就进来了 只不过我现在的方向呢 跟下面刚好相反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绕过来 也是沿着它 到这边之后呢 又回去了 方向跟你相反 你告诉我 蓝色这一圈 C2的积分呢 也是零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告诉 马上就告诉我们 假设是C1等于零 C2 也是等于零 那两个零相加 谁不会加 就把它加起来嘛 它是不是也等于零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剩下只有问题 那这边怎么加 这一加的话 你看看 外面 是不是相当有 外面的这一圈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有一圈呢 C FZ DZ 这不知道什么 等于什么鬼东西 你有这个出现 外面这一圈 所以呢 你这边就会有一个 对不对 再加上 这两条的积分 但你看看 这边呢 路径是不是都是 在可解析的范围里面 就好像A G到B 是不是都可以 在可解析的范围里面 AG到B 只跟头尾有关系 那我要是相反 BG到A呢 那是不是相反 两个刚好相差个负号 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条红色的积分 跟这条蓝色的积分 在这个相加下面 互相抵消 磨了 这条也是一样啊 红色的积分 跟蓝色的积分 相加 也磨了 对不对 好 帮我发给大家一下 OK 你可以 你可以整份给他们 自己 PASS到后面去 所以呢 这两个就不见了 那现在只剩下中间的这个 中间这个是内部了 我叫做 C3好了 那你是不是会等于一个 C3 反向的C3 因为本来都以逆时针为正嘛 你现在是变成顺时针 是变成负的 C3 对不对 那你等于这样子的话 很快就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只要你这个路径 C啊 包含住一些 不可解析的范围 好像这个大C 包含住不可解析的范围 就是C3里面这个空缺 那么它呢 不管你这个形状是 你爱爱爱 怎么取 怎么变化 你家的四最后都只变成圈住它而已 就只剩下 最里面C3的几分 也就是外面这个C啊 可以很复杂很复杂 我可不可以今天心血来潮啊 我取个C是这样 可不可以 可以 我管你怎么取 反正只是个甜甜圈 外围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好像去Mr.Donner买的那个甜甜圈 就跟一般我们在外面 在市场买的不一样啊 我管你怎么样 我切开来结果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最后面只剩下最里面的这个 所以你只有会解的这个 最里面的这个 谁怕谁 对不对 管你再复杂积分 我都可以算得出来 那你要说 老师啊 这边只有个圈圈 我两个圈圈怎么办 你既然买到个Donner是 是八角形的 好像卡甲亭一样 里面有两个圈圈 那假设呢 我们现在有个area 里面有好多区域是不可解析的 比如说四个不可解析的 那你怎么办 假设说好死不逮的 我的积分呢 这样子 我绕过 假设这个是C 我绕过这三个区域 这个没有绕过 没有绕过我就不管 就把它丢到旁边去了 我只管这三个区域就好了 那我可不可以就来切嘛 谁怕谁 切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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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又是下面的 这一圈的积分 还是0 因为路径呢 都是在可解析的范围 上面这一圈的积分 到这边又绕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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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0啊 我照样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只不过当你一加的时候 发觉外面这个圈圈 就是原来了 保留 里面会多出三个 负的圈圈积分 所以你就变成 你就可以加了 假设这个叫C3 C4 C5 C6 现在只抱住 345 那你就一直加了 管你几个 我就把它加上去 就是 对不对 也就变成一个 很复杂的积分 现在就变成 这三个圈圈的积分 就好 这三个区域的积分 就好 假设它只是一个点 哦 你这个可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圈圈 只有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 当然你不能画个点 我画个小圈圈 那我照样可以切过它 对不对 我切过一个地方 就像我这边 有个很小很小的圈圈 去牵住那个点 非常非常靠近那个点 我照样可以做 我管它三圈圈 所以呢 我们的积分 很复杂的积分 突然间变成 我如何来解这个东西就好 解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绕包含住一个 不可解析范围的 一个密闭积分 就会发觉 原来用流速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用residive 我称之为 余速 I don't know OK 那个完全都是 在series展开来之后 才会有了一个 一个预期之外的 惊讶 你知道吗 在这里面发觉 只要把它 做展开来之后 取啊 分母啊 刚好在那个点 会让你发散的 上面这个系数就好 它就是积分值 算都不用算 多棒的一件事 所以就等于说 在我们追求这个新的 负变的各样特性里面 我们渐渐不只是发展出 我们它的积分的技巧 微分的技巧 我们还发现很多什么呀 额外的收获 OK 所以请各位呢 翻开 这个 左上角是z等于x 加上iy的这一页 OK 刚刚发给大家的 好 有谁还没有拿到的 都拿到了吧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左边下面第一个 就是微分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 跟大家所熟知的微分定义 完全一样 OK 左边的这个column 最上面下来 有写一个derivative 对不对 再下来就告诉大家 Culture Riemann equation 也就是什么是analytic呢 它是说 你看我这个下面有写 If fz is analytic in d then partial derivatives of u and v exist OK 也就是说可以解析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函数 在这个斗面范围里面 它的u跟它的v 也就是它的实数部分 跟它的虚数部分 都是可以微分的 OK 那而且 它要遵守 Culture Riemann equation 所以我下面就写给大家看 Culture Riemann equation 的样子 对不对 它不只是要遵守 Culture Riemann equation 它还会遵守 Laplace equation 也就是u 有u的Laplace equation v有v的Laplace equation OK 紧接着呢 我们就来做积分了 积分呢 一开始呢 我写的nine integral这边 一开始是写一个 线形的积分 对不对 它并不是积分中间 有个花圈圈的 不是 它不是一个密闭的 它只是从A跑到B的 这样子的范围 那我们第一种方式 跟第二种方式呢 都是一般的通式 它不需要任何条件 你知道解得出来 它就是答案 OK 所以在很简单的 case下面可以解 复杂的case下面 就不能解了 那第三条就开始 告诉我们一些条件 假设你解的这个路径 A到B 都在可解析的范围里面 那么它是跟路径有关系 就是等于头跟尾 这个导函数的 的这个值的相减 就是了 假设你是个密闭回路 而且你本身回路 所在的地方是可解析的 回路里面所包含的 也是可以解析的 那么你的积分 也是等于0 OK 只不过我们要求 这个回路是个 simple closed path OK 不是simple的 不在我们这次的范围之内 OK 好 所以要请大家 也就是说这个回路 你不能够交叉 好像个八字形 不行 OK 所以这个要 大家要注意 那之后呢 就到右上方 右上方呢 有几个积分 OK 这几个积分呢 你看右上方 这几个人 有个z bar的积分 有个z分之一的积分 有个z-z点的m次方的积分 基本上 在这三个积分里面 我们都没有运用到 任何技巧 我们直接就是用 刚刚可以积分里面的 第二个方式来积分 就是同式 直接挖机了 很幸运 这三个机的玩 OK 而且呢 它c呢 都是指一个unicircle 也就路径是个单元 半径为一的圆 所以这一看 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z bar很特别 因为它本身是不可解析 竟然还记得出来 z分之一很好玩 因为呢 你这个圆圈圈是 半径为一的圆圈圈 整个坐标的圆点 在圆圈圈的正当中 结果呢 刚好在正当中的这一点 它不可解析 因为z呢 z分之一 z怎么可以等于零呢 哪有什么零分之一的 对不对 它发散掉了嘛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面 它相当于它这个路径当中 包含了一个点 不可解析 但是我们是用通识啊 一跟二是通识 管你什么啊 只要解得出来 就叫解啊 就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密闭回路的积分 不全然为零 在特殊的 什么时候一定为零 当你所在的区域 你的路径本身 你路径的里面 通通都是可解析的 你根本就不用算 它就是零 但是假设不是 很明显它未必等于零 对不对 上面这三个呢 也当做一个例子 让你看到 好 那紧接着呢 我们说那要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来处理 假设它里面包含一个不为 不可解析的范围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反正物理系统就把它拆了 刀子拿来就把它切了 一切了之后发觉 外面再怎么复杂的积分 就等于里面不可 没办法解析的 这几个区域的 包围住它的积分就对了 也就外面 很复杂 就可以切开成里面的 这些的积合 就只是这个样子 OK 那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那里面这些怎么算 只要会算了 就解决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好 那紧接着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要怎么算 OK 有个很简单的 Colchi Integral Formula呢 它就告诉你 这假设你现在形式是非常简单的 OK FZ除以Z减掉Z0的这个积分 因为Z减掉Z0就代表 Z在Z0的这一点分母等于无穷大 那你就要看看你的积分 有没有包括Z等于Z0的这一点 假设包含了 那你一定会出问题 假设不包含了 就没事 对不对 OK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可解析函数啊 它本身的各项的微分的形式 结果你发觉它微分的形式 跟积分两个竟然会link起来 对不对 就在高期 Integral Formula这边 它就link起来了 这link起来呢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一开始根本就不晓得 这个link起来有什么用处 你知道吗 只是知道有这个关系是 有什么用 我怎么知道 就丢在一边 对不对 没想到下面 它要发挥效应 OK 所以呢 这也告诉我们了 很多人 学生在学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说 老师我们现在学着干嘛 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怎么知道用处没有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Maxwell 他怎么知道 两百年前 他解的equation 现在世界都需要他 连你到现在 都还被他搞得糊里糊涂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不不 应该说Maxwell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他也不知道 OK 只是因为呢 他可能有个很有钱的老婆 然后他也闲得没事干 OK 他很爱科学 他就去做研究 以前人做研究很辛苦 要自己出钱 自己干嘛的 自己去发表 去发表 还有可能要被人家臭骂了半死 你都请假荡产了 人家还不 还不appreciate你所做的 都有可能 OK 好 再来呢 我们就开始介绍 好像脱离这边一样 去介绍一个叫 Serious solution 我们有介绍什么 McLaurin的Serious solution 更介绍 Tiler's Serious solution 更重要的是在背面 请大家 拉翻到背面 我背面少一个字 Laurin的Theory Laurin的这个Series 那个字好像没有印到了 一个大L 请大家把它加上去 Laurin's Theories OK 他就发觉 假设 你有个function 在某个地方不可解析 那你一定一定 可以把它展开来 展开成一系列的 类似Power Serious的东西 但是其中有一项 刚好在那个点 或那个位置的时候 会让分母等一点 对不对 会让分母等一点 所以你翻到这一页来看的时候 相当于在我们第几行 FZ等于一个summation 对不对 第一个summation 只是Tiler展开式 第二个summation 很好玩 他们跑出分母地方 Z减掉Z0的这一项 所以我会等于 我马上整个展开来 就变成下面了 这个 重要是在Z减掉Z0 分支B1的这一项 因为B1 根据Tiler展开式的 同样的公式 我们知道B1是什么形式 OK 那偏偏呢 这个B1的形式呢 就是我们的积分 我们看看最下面 Singularity这个地方 假设FZ呢 在Z等于Z0的地方 产生Singularity的点 它刚好有个Singularity的点 那我们就可以对着这个点 对它做Lauren展开 一展开来之后 你会发觉很多项 其中有个项 是Z减到Z0分支B1 B1是什么 B1就等于2πI分之1 FZ 对着C这个路径啊 做密闭的积分 也就是说 假设你只是要求FZ本身的积分 你只要知道B1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它这个积分就等于2πI乘上B1 就这么凑巧 原来我们求积分还不用求 而是要用展开来的 OK 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学到了 数学上也有同样的方式 未必你要硬解它 未必要去针对它 原来去对付另外一件事情 Maybe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再翻到另外一页 另外一页 这个 OK 没有写Type1 Type2 Type1 Type2的背面那边 那边就是讲到Lauren OK Theory 再重复一次 那么假设 我们现在的Pore 是SinglePore SinglePore也就是说 那一点只有Z-Z Z0分支多少 而不是Z-Z0的几次方 没有几次方 它只有一次方 这个叫SimplePore 假设MultiPore 就代表它有M次方 可能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 这个叫做多次方的 有不同的做法 它就告诉你 碰到SinglePore SimplePore怎么做 碰到了MultiPore 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好 再过来呢 就要面对真正的积分 很多积分很难做 但它又不是负数积分 像我们大家翻过来看 Type1 Type1是对Sycle 它又不是负变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想办法 把它转到负变空间来处理 就一转进来之后 就发现很简单啊 就变成一个很简单 FZ除以IZ对Z的积分 就这么简单 OK 那只要呢 我们可以做相转换 它的解马上就传出来 因为你已经转到负变 你知道怎么积了 好 第二个 假设你现在积呢 是积在FX呢 是在X轴上面 这个是不是X轴 不是X轴 OK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积分这个路径 负穷道到正乌穷道 我看看 OK 没有错 等于说它现在对F F of X呢 是从负穷道 积到正乌穷道 但是我们要想办法 转换到负变里面来 我们才好解决 对不对 那这次的转法就是怎么样 我们呢 对负变而言 你看看 比如说你是这样 对负变而言 你相当于 你只是在X轴上面积分而已 对不对 这个是时数函数 只是时数函数 它要求你在X轴上面 没有这个奇异点 那你要是不会积这个 那你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 我们就假象 它在负变空间 这样子积 跑到这边来 然后绕回去 我只要让这个范围啊 扩充到无穷大就好 只要这样就好 OK 那也就是说这个圈圈的积分呢 会等于这一段的积分 这一段积分就是它 再加上这一段的积分 只不过它告诉你 这一段的积分啊 等于零 所以这一段 你要了这一段 时数走上的积分 就相当于整个的积分 那整个的积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原先会的技巧 通通拿来做 就把它解决掉 OK 但是有个条件 请你记住哦 在这上面的 不能够有任何 不可解析的点 但是上面可能会有哦 这边可能有一个点 是不可解析的 可能会有 那这个时候 整个圈圈的积分 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的积分 那里面包含住 两个不可解析的 那就把它切开来嘛 最后就变成 两个绕着它 的积分 的合就好了 那这两个积分怎么算 很简单 二排乘上它的流数 乘上它的residue就好了 当答案就跑出来了 所以不再是去计算积分 而是判断完之后 答案就直接填进去 OK 假设在这上面有 确实有 有问题 这个type 4 我好像还没有 加上来 那你这个时候 这条路径呢 你就真的无法解了 你如何解去 穿过一个不可解析的点 你无法解 你能够解到一个 非常近视它的 你假设它 非常近视它 你要看实际上 近不近视 你算可以算出个答案 假设跟实验 不符吻合 那就不吻合 那你的做法 就是怎么样 假设这边有个点 不可解析 我就绕过它 绕过它 这样子就好了 那因为我们习惯性 都从负穷大 到积到正乌穷大 那习惯性都逆时钟 所以我们呢 就大部分话都话上半部 OK 假设你的个性 就跟人家不一样 你就是喜欢话下半部 可不可以 可以 OK 你就是想挑战一下 对不对 课本说东 我为什么一定要朝东 我就是要朝西 Of course 当然可以 那你就朝下面 你就要看看下面 有没有什么不可解析的点 那你这个绕法呢 就要绕到里面 这样绕过来 弯过来 就好了 就等于说 这个点虽然让你很麻烦 反正是青春痘 把它挤掉就好了 就把它挤出去 OK 那里面呢 你没办法挤啊 对不对 好 那你只好想办法把它挖掉 OK 就是这样 OK 那再来就一点 Mapping的 Mapping的这个 Mapping这个 我们今天 先不复习太多 最重要就是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这个是最重要的 给大家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很简单的 帮大家复习到这边 记住 我们考试还是跟先前一样 OK 基本上 复杂的 我都会导音你 OK 我要的是 你会思考 碰到问题 会解决它 它都不难 会跟不会 都在一线资格而已 OK 所以呢 你要是以往啊 读书的习惯就是说 碰到什么题目 用什么形式来解 OK 这个功效啊 就会大大的缩减 记住 我要你脑袋会想 我要你有感觉 这会跟着你一辈子的 你今天去背 什么形式怎么解啊 顶多应付这次考试 我跟保证啊 你物理营办完了 什么都忘光了 可能都不要物理营办完了 可能我们这个周末 毕业典礼办完了 忘光了 所以呢 请大家呢 务必要了解 OK